大家好 那我今天做的是立委選舉地圖 那我為什麼會想要做這個東西呢 就是 我忘了上週還是上週聽的是有稿的演講 那我覺得 就是他們有些人在做一些 Confirm Reduce 的部分 那我就想說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從 我們現在已經有專案去抽一些可以 從一個Confirm的出來 然後正好我又看到了我朋友 他叫聖峰 那他剛好做一個台灣的選舉地圖 那我就覺得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地圖的原件抽出來 然後之後 其實很多很多專案都需要用到地圖 那假如說把他抽出來的話 之後大家都可以用方便一個方式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做一個地圖的原件 但是因為我從來都沒有做過地圖的原件 所以想說好吧 那我先練習一下地圖的Library 然後所以說我就利用了 距離你之前已經整理好的資料 就是有選舉的邊界資料 遵理資料 還有第八屆的立委的選舉資料 然後把它勾出一個 Service 勾出一個網頁啦 然後練習一下 然後之後我可能就會把它造成一個 Component OK那 那他們有什麼 這個是 這是 我按錯時間嗎 這是Rofos的 然後其實他這個 你現在看到就是 第八屆選舉的 那個選舉資料 就是上面有各式各樣的 就是縣市邊界的資料 那假如說我們想要看其中一個的話 你只要點進去 那就會放大 然後把那個選區裡面的所有的欄域資料都分出來 那也可以有助於去讓我們去做一些選票的分析 比如說你最近想要發明什麼立委啊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誰 不是啊 阿翠正宇 阿翠正宇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可是我要開始的話 要從比較深的顏色開始啊 然後比較深 深綠的顏色可能是比較容易拿到一些東西的 拿到一些 那個連除書的地方 OK 那其實這 我現在在Local Host Around 那 其實我有做 我就是有把 因為那個 決定檔資料太大了 所以我有把它 切成一些細塊 所以假如說你是在真的網站運行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 其實它是會慢慢的把資料露出來 那 那個顏色是代表是中立的資料 那 之後會做的事情是把這些資料做成cache 然後可能用 Local Storage 或是其他的工序把它做成cache 它就會慢慢露出來 OK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 可以在露很大量的資料狀況下 然後又可以 又可以去 好這些東西把它推銷 好那 這東西已經在GitHub上了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上去看一下 好那這樣 謝謝